据说如果往油桶内倒入15升甲醇 点燃后就能像火箭一样发射出去 并且网上也有类似的视频 可这样的做法真的能让铁桶变成喷气式火箭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族首先决定做个小型实验 于是格兰将塑料水桶绑在了滑板车上 然后朝着桶内喷入了甲醇气体 并且还通过摇晃使其与空气混合 当他拿着火枪靠近瓶口时 里面的气体瞬间爆燃从瓶口喷出 从而形成了推力使瓶子向前移动 显然流言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而为了让发射速度更快 流言组将水桶换成了200多升的油桶 然后他们来到了爆炸试验场开始测试 但由于没人愿意坐着铁桶上天 托瑞礼貌地将甲人绑到铁桶上 紧接着他们往桶内灌入了15升甲醇 并且凯莉用优雅的姿势摇晃混合了燃料与空气 而格兰则把点火棒固定在遥控车上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躲在安全屋进行了远程点火 可点火棒在洞口来回磨蹭也没能将其点燃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托瑞直接将点火棒插入了桶内 但尽管这次成功点燃了混合气体 但铁桶却只向前移动了一丁丁距离 凯莉认为可能是甲醇与空气的混合比例不对 于是他们重新用缩小的模型进行测试 当甲醇的含量为7%和3.50% 模型车移动的距离都为40厘米 而当含量减少至10% 小车的移动距离却达到了60厘米 为了增加甲醇的燃烧效率 托瑞改变了燃料的供给方式 他将甲醇直接装入自动喷枪中 这样喷出的混合气体更容易被点燃 同时格兰用锥形喷嘴代替了原来的瓶口 这样便能加速气体的喷出 从而能产生更多推力 而通过测试改进后的小车前进距离达到了4.5米 那如果重复循环这个过程 是不是就能像火箭一样不断向前行驶了呢 接下来他们再次改进了火箭车的制作方案 下面他们决定打造一个脉冲式喷气火箭车 当桶内的甲醇气体被点燃时就会向后喷出 从而形成向前的推力 同时喷枪会在氧气罐的压力下 以脉冲的方式喷出混合气体 这样就能循环点火产生持续的推力 而凯利为了减少火箭车与壁面的摩擦力 她将邻居家的自行车轮胎焊接在了车架上 等他们将油桶安装好之后 一个造型奇特的火箭车就完成了 当托瑞在防爆门后按下点火按钮时 火箭车虽然不断向前行驶 但移动的速度却让人大跌眼镜 格兰认为是喷嘴的尺寸太大 导致气流速度冲击力不够 从而浪费了大部分能量 于是他们重新制作了小尺寸的喷嘴 可等他们重新进行点火时 火箭车的速度却依然没有多大变化 难道流言就这样站不住脚了吗 为了让火箭车快速向前行驶 最终他们找来了研究喷气式发动机的专家 而在专家的指挥下 他们重新对火箭车进行了改装 并且在铁桶前安装了单向黄片阀 以避免爆炸的气流从车头溢出 从而提高了火箭车的热效率 同时专家还将脉冲频率 从每分钟5次提高到了80次 这样就能产生更大的推力 为了避免实验时速度太快飞出天际 他们在测试的线路上安装了钢岚 实验时火箭车会沿着钢岚前进 并且还在跑道的镜头放置水泥路障 而一旦火箭车出现了失控现象 他们就能通过家中的熄火装置 实现紧急停车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托瑞拉动了火箭车的释放声索 这时油桶发出了超跑级别的声浪 并使车子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冲了出去 如果哪个粉丝驾驶他去炸街 那他一定是整条街最亮的仔 据说大巴车在时速50英里情况下 急转弯会发生测返 将乘客转移到弯道内侧就能避免翻车 而电影《生死时速》里就有这样的情节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留言组将用实验来验证这个说法 为此两人租来一辆全新公交车 并用锥形筒规划实验的行车路线 由于没人愿意尝试充当乘客 他们将四个灌满水的铁桶固定在车辆右侧 用来模拟乘客的重量 为防止翻车后车厢变形伤害到驾驶员 他们将驾驶室进行了改装 而这次实验将由亚当亲自驾驶公交车 来模拟电影中的场景 为了确认结果的准确性 他们重复进行了实验 公交车只是严重倾斜但没有翻车 因为现在的公交车都经过了严格测试 为避免翻车事故 特意将重心设计得非常低 看来电影里的留言可以被终结了 但既然公交车都已经借出来了 不将它完废 他们是不会把休的 下面他们将测试公交车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测犯 为此亚当为公交车设计出一套远程操控系统 它能在后车上进行1比1操控 为确保测试时翻车 仅理将铁桶全部转移到弯道的外侧 这样公交车在拐弯时重心就会往外偏 然后在车顶安装上4000磅重的钢板 以提高公交车的重心 因为重心越靠上稳定性就越差 最后他们还将弯道内侧臂震气里面的空气排掉 让公交车更容易倾斜 全部改造好之后 公交车已经开始往左侧倾斜 这样往右急转弯能否发生测反了 接下来开始最后的实验 随着亚当的操作 公交车开始加速 在时速达到50英里时亚当猛打方向盘 两人期待已久的画面终于出现 但接下来他们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交差了 据说有人为了偷渡制造了一个超级弹弓 将人成功抛射到了180米的国外 并且还精准地落在了垫子上 探词荒谬的刘烟难道真的不可能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刘烟组决定打造一个超级弹弓 而在正式实验之前 他们首先需要进行小型测试 以此来确定所需的材料和尺寸 为了找出弹力最大的材料 吉米找来几种比较常见的弹力手 并用可升降的工作台作为指甲 因为它夸张的重量能让实验结果更加稳定 而亚当则用千球制作了标准重量的投掷物 然后偷偷用吉米的手套做成了弹射袋 接下来他们来到室外 将弹射角度调整为45度 并标记好释放点 通过对不同材料的测试 他们得到手术引流管发射千球的距离最远 但后拉的距离也是最长的 为了克服这个缺点 他们决定增加引流管的数量 这样就能以较小的后拉距离达到相同的弹力 而经过测试 当引流管拉长超过原来的5倍时 就会发生断裂 并且产生的拉力达到了150磅 下面他们利用球门制作了一个弹弓 并且两侧都既有两根3米长的引流管 而为了确保引流管不会断裂而伤害到人 他们给弹弓安装了自动释放装置 然后将一颗8公斤的千球固定在弹射袋上 可在发射的时候却出现了问题 由于千球被弹射袋缠住 导致这次发射差点牺牲了一位摄影师 为了将千球顺利发射出去 他们换成了摄影基带 这次成功将千球发射到了23米外 但千球的重量只有人体的十分之一 想要将人发射到180米距离 至少需要12000磅的拉力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而世界上用人肉炮弹发射的世界纪录为60米 换算下来只需要40根3米长引流管的拉力 那他们又能否做出这么大的超级弹弓呢 为此留言组决定将通信铁塔制作成V字形 并用一排绳索固定支架 吉米把回收的帆布和钢管用绳子缝合起来做成弹射台 在吊车的帮助下 两人将支架安装好 但交叉的绳索高度达到了7米 所以在实验时他们必须调整好角度 以避免撞上绳索 最后他们将引流管固定在支架上 史上最大的弹弓就完成了 可关键时候没有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吉米只能礼貌地请出一个25公斤假人小孩 并决定先拿这个小孩练练手 而为了实验的安全 他们将假人固定不动 以吊车绕过弹弓往后拉绳子的方式进行发射 虽然假人被发射了40米远 但由于被弹射带卡住 导致假人没能及时飞出 从而提前滚落下来 于是他们重新改进了实验方案 并且换成75公斤的假人 他们将假人以最舒服的姿势固定成球形 这样就不会出现被卡住的情况 那这次又能否成功呢 然而这次假人提前滑出了弹弓 最后落在了距离64米的位置 虽然打破了人肉炮弹60米的事件记录 但根本无法精准落在垫子上 所以想靠弹弓偷渡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 据说汽车在高速行驶中遇到刹车失灵时 切换成倒车挡就能紧急刹车 可这样的做法真的可行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留言组向朋友借来了两辆全新二手汽车 并决定瞒着朋友在急速行驶中强行挂道挡 但在实验之前 他们需要进行对比测试 增叠让自动挡和手动挡汽车在时速80公里时极限刹车 看正常刹停的距离需要多少 首先格兰驾驶自动挡汽车开始加速 当时速达到80公里时 他猛地将刹车踩到底 果然不是自己的汽车不肉头 强大的摩擦使轮胎冒出了青烟 通过测量得到自动挡汽车的刹车距离为20米 随后托瑞驾驶手动挡汽车开始了测试 并且在相同时速下紧急刹车 而这次的刹停距离则达到了25米 那如果切换成倒车档 真的能让汽车更快刹停吗 接下来格兰启动自动挡汽车再次进行了实验 当时速来到80公里时 他快速将挡位切换为倒车档 可这时汽车完全没有按套路出牌 尽管倒车灯已经亮起 但汽车依然向前滑行 直到690米外才停止下来 可见自动挡汽车在行驶中切换倒车档 并不会有刹车动作 那手动挡汽车又会不会改变实验结果呢 这次汽车的变速箱突然发出尖锐的吊声 并且不管托锐如何用力 档位都不能挂上 同时汽车也偏离了轨道 为了避免事故 托锐只能踩下了刹车 显然不管手动还是自动挡汽车 根本无法用倒车档来实现刹车 所以当遇到紧急情况时 千万不要尝试切换倒车档 否则可能会车毁人亡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车尝试 据说二战时有个倒霉鬼从飞机上掉了下来 当他要砸在火车站的玻璃屋顶时 刚好站内发生了爆炸 强烈的冲击波缓冲了坠地的速度 最终他幸运地落地并摆了个Pof 为了验证爆炸冲击波是否能降低下坠速度 托锐和凯利决定先进行小型测试 而测试中将用汽车安全气囊代替炸药 并且使用千球来模拟倒霉的士兵 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能否降低千球下落的速度 凯利在上面贴了不同规格的震荡感应片 通过查看感应贴断裂情况 就能对比千球落地的冲击力大小 但实验需要两人配合默契 而通过多次尝试 始终没能让爆炸与千球的下落同时发生 于是他们改变了实验方案 并且在屋顶上放置了一块玻璃 以尽可能还原真实的情况 重新布置好后凯利再次释放了千球 这次气囊在千球落下的同时发生了爆炸 将玻璃炸成无数碎片四处飞散 但同时也将感应贴弄坏了 这就意味着不能通过感应贴来对比千球的下落速度 为此他们在不引爆气囊的条件下再次进行了测试 通过高速相机的对比可以看到 两次千球落地的速度几乎是一样的 显然爆炸并不能减缓下落的速度 并且爆炸产生的玻璃碎片足以造成致命伤害 但亚当依然相信留言中的士兵活了下来 因为他怀疑测试中的某些环节出了问题 于是他们决定用450公斤炸药进行实验 看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能否缓冲下落的速度 首先亚当根据当地的建筑特色设计了火车站 而吉米则用钢条焊接车站的框架 并在屋顶上覆盖了54块玻璃 随后他们找来一个巨型铁桶 并在里面塞满同等剂量的炸药 以此来模拟炮弹达到相同的爆炸效果 由于没人愿意充当志愿者 吉米只能用假人来代替倒霉的士兵 为了能把假人精准地丢在屋顶上 实验时将用氦气球来代替飞机 并把坠落高度调整至150米 因为这个高度足以让人达到终端速度 而终端速度就是人在下落过程中 克服阻力达到的最快速度 最终假人会沿着导线掉落在装有炸药的车站 看爆炸的冲击波能否降低坠落速度 当气球充满氦气之后 吉米割断了固定绳索 但巨大的声力直接扯断了连接假人的线篮 差点就将吉米带上了天 重新绑定假人之后 他们再次释放了气球 当假人上升至150米高度时 所有人躲在了安全地点 随着倒计时归零 他们释放了高空的假人 在倒数6秒之后 炸药发生了剧烈爆炸 并且冲击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周围扩散 那么士兵真的能在这样的爆炸中幸存下来吗 后来他们在现场查看时发现 被炸飞的钢条像领带一样缠在了树上 这足以证明爆炸的杀伤力 如果人要是掉落在爆炸的上方 估计连扎都不剩 所以爆炸冲击波是不可能缓冲坠落的速度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请大家千万不要模仿